他赶紧拿出边岩石 入口应该就在六十层附近 并且下面有一块凸起的岩石 就在主教疑惑不解时 一个没抓稳 整个人从绳索上摔了下来 幸运的是 下方有个凸起的岩石 主教一看 正是隐藏了入口 就在他招呼大家下来的时候 一只躲在暗处的丧尸怪物 突然跳了出来 好在亨特及时发现了他 松开绳索一个闪现赶到现场 轻松送走了丧尸怪物 紧接着 其他人也都来到了洞口 与此同时 比伯特也被成群的丧尸怪物盯上了 尽管有枪 但架不住丧尸数量太多啊 为了保命 比伯特只能躲进电梯 期间还会和闯入电梯的丧尸怪物 疯狂厮杀 小分队其他人也遇到了丧尸怪物大军 正准备拔剑开战时 比伯特乘坐的电梯狠狠砸了下来 成功消灭一小波丧尸怪物 短暂的悲伤过后 众人重新振作 在主教带领下 沿着煞水管道一般的道路继续前进 就在这时 亨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战友森哥 他正被丧尸怪物拖向改造中心 得知战友还活着 亨特不顾队友反对 执意要去救人 只见他一路潜伏 忽然开枪 击落了一块尖锐的岩石 成功将丧尸怪物杀死 但此时的森哥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只能虚弱地将妻儿托付给了战友 亨特当即告诉森哥 嫂子和他的女儿都拿到了通行证 此刻正在前往虎仙的路上 森哥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不想连累亨特 在他的要求下 亨特选择开枪帮他解脱 小队这边 经过狭窄的实路时 军官不小心脚滑摔了下去 好死不死 刚好掉进一窝丧尸怪物当中 主教以大局为重 建议大家赶紧离开 但没有人愿意抛弃自己的队友 一个个全都跳了下去 这下军官再也不用孤军奋战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虽然小队成员各个武力不错 但丧尸怪物却越打越多 主教不幸领了盒饭 其他成员也接二连三被丧尸怪物拖走 这波真是血亏 等亨特赶到这里 场面惨不忍睹 只有短发妹还活着 亨特从地上捡起边年史 然而他和短发妹都看不懂上面的文字 听到求救声 两人引爆炸弹 从丧尸怪物手上救下了两个幸存的队友 军官和亚洲妹再晚一步 两人就要被丧尸怪物扔进机器 就在这时 他们终于见到位于地下深处的外星机器 亨特和军官用绳子 先将亚洲妹和短发妹放下去 结果被丧尸怪物发现 为了不让计划失败 军官牺牲自己引爆了炸弹 但剧烈的冲击波 把亨特直接震到了机器上 下一秒改造装置自动开启 机械臂先是朝他的脖子扎了一针 紧接着扎进手臂 此时亨特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 等机械臂刺进他的脑门 恐怕就要彻底成为丧尸怪物 好在凭借各种走位 亨特都一一躲过了 他抓住机会展开反击 最后成功破坏了机械臂 避免身体进一步变化 亨特赶紧吸出手臂里的毒血 接下来 亨特负责将装置放在机器中心 短发妹和亚洲妹负责打怪防守 期间短发妹遇到已经失变的主教 妹子重感情 错过了进攻的机会 结果被主教反杀 亚洲妹很快也精平力竭 不幸被丧尸怪物杀死 糟糕的是 亨特虽然放好了装置 可他没有钥匙 根本无法启动 失去队友的帮助 他还有一个人对战主教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亨特有了意外发现 从编年史上的图案来看 钥匙很可能就是兄弟会的长剑 想到这儿 亨特热血澎湃 将长剑刺穿主教身体 扎进装置中 此时亨特才知道 原来装置根本不是炸弹 而是启动外星机器的钥匙 故事最后 整个小队只有亨特一人活了下来 而满载丧尸怪物的机器 则腾空飞起进入外太空 人类危机彻底解除了吗 并没有 从外星机器的运行轨迹来看 下一个目的地 似乎是无数人类迁徙过去的火星 作为一部复古风科幻片 导演似乎对一战时代情有独钟 很多元素都照搬那个年代 开场十多分钟 便炮火连天血肉横飞 很有战争史诗的质感 只是这个世界的科技有点弯 总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 比如剧中的飞船 竟然还是用煤炭来驱动的 不知道这样的飞船 如何飞到火星呢 百公里消耗几斤没他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